台湾人爱拜拜 拜拜爱台湾 今天带观众朋友走访参拜 位在台中北屯区的信仰中心玄德道院 台中玄德道院为中台湾最著名的庙宇之一 台湾各地从北到南慕名前来的信徒为数众多 玄德道院是一座着重在宣亲临和谐 清静典雅的宫殿式庙宇 单银颗角 秀丽堂皇 庙内香烟鸟鸟 庙内主寺的主席恩师 慈悲济世的盛名远播 闻名而来的信徒遍布台湾各地 来这里祈求好运的人们每每走进庙内 殊胜庄严的气氛让人神情气爽 心安神定 庄庙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台中玄德道院 创建初期尽管缺乏人力物力等资源 但在庙内众先佛的庇佑之下 新建的过程中屡屡频繁的神迹视线不胜美举 让庙内的主寺南天文恒圣地 增添了许多神圣的色彩 我们的神圣在我们去找到之后 他们的雕刻师开始在雕刻以后 雕刻到草皮都出来时 它所显现出来的纹路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 不管是眼睛 鼻子 耳朵 额头 各有的 它本身的那个毛 它所显现出来的那个纹路 都是我们无法度假形容的 刚好 正宗 一定爱的尾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人买 用两千万给我们买的事 我们完全都没考虑 因为在我们心目中 它是无价之宝 当时是郑婉师兄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郭堂主 他都打电话 主委你赶快来看 地下室的钢筋全部浮起来 那真的我是吓倒了 我赶快开车过来看 确实整个地下室的钢筋 全部浮起来 但是我们马上拿着梯子 拿着一个枣子 下去到地下室去看 怎么一摸一平平的 怎么看整个地下室 都是钢筋浮起来的样子 怎么都摸不到钢筋 那因为我是读建筑系的 所以我就赶快一铲除 奇怪挖了三四公分 那个保护层才挖到钢筋 所以就开始说 因为施工测量人员有点失忽 所以这个基础会往下伸进七台寸 这样将来主席文师这个眼睛看出去 前面的高架刚好眼睛会挡到 这样对我们报应未来的前途是不好的 所以主席文师这次派五银兵 在各个柱子的角落 在那个粉银土打好了 在那个即将要凌固之前 五银兵喊着一二三全部抬起来 抬起来瞬间那个钢筋 它的坟基就烙在整个粉银土的上面 所以才看到整个都是钢筋的样子 玄德道院外观宏伟壮观 一走进镇殿内便感觉到气定神贤 安然自若 让前来参拜的信徒们倍感殊胜庄严 镇殿内的主席恩师南天文恒圣地 今生气势不怒而微 宏伟凛然 生态树木庄严 灵感非常 集结了天地灵气与一生 民国87年 活力了7月1号 也就是我们的主席恩师的今生 从厦门港运到高雄港 怎么看到整个天是黑的 然后一直打雷 然后吓得像那个钢 斗粒那么大 拼拼啪啪啪在打着 那我想今天主席恩师的剩下要回来 为什么下雨下这么大呢 在那个高雄海关要宴观的刹那 风雨雷电四大都元帅 用那个 那个无形的礼在迎接 就像说你今天在路上看到风雨雷电交加 正是四都元帅 风雨雷电四都元帅 在迎接主席恩师 那一种无形的礼才是最大的 参加我们主席圣诞法会 有两种功德 因为无形功德及有形功德 在无形功德方面 可以透过主席恩师 浅浅浅足足 转化给我们的恩亲债主 来消灾解恶 在有形的功德方面 可以来帮助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 无论在就业 投资 理财 还有孩子的读事方面 都可以得到先火的祝佑 和家平安 事业顺利 每年农历的六月是主席恩师 南天文恒圣地的圣诞千秋之日 台中玄德道院在这一天 都会扩大举办祝寿庆典活动 此外 因为庙内的主席恩师慈悲为怀 为了帮助广大的十方善性大德们 消灾植服 也配合着在圣诞举办为期三天的 祈安植服 消灾八件普师法会 普渡法会也依照着 每个信徒不同的需求 而有不同的法意 三天的普渡法会殊胜庄严 法会仪式依寻正统科宜 来替广大的善性眷属 祈安 消灾植服 期望让所有的家庭和乐顺遂 工作事业兴旺 四季平安健康 这个主席圣诞法会 然后我来用公司的名义登记补桌 结果真的在 我就听师傅的话 就很努力地去引员 然后真的是如师傅讲的 我们公司去年第三季的 第三季第四季的业绩 就如师傅讲的 就有明显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然后而且师傅也开始说 我们公司就是今年 2010年的业绩 会有两位数的成长 那前三季看起来 整个业绩是蛮不错的 在今年一月初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中国医药大学医师竟然告诉我说 你妈妈在肺部的地方 有一个白点 大概是2.5乘2.5的那个cancer 所以你要 因为她说不敢手术了 年纪大了 而且身体不好 今年我一染截染省吃减用 我本人就认了50周 然后加上其他的一年 超过将近312周 所以再来求师傅 师傅说你去丙箱 求主席孕师 再转成益房大天尊 将功德量来转化给 我母亲的姻亲债主 那到99年的7月 到中国医药大学再复诊 医师竟然跟我讲说 吴师傅先生恭喜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妈妈那个cancel 完全不见了 就是那个白点你就没有了 那也非常感恩 感怀天恩寺的 先给我们这个行动力的机会 前年的时候 那前年是不是就开始 我就是要把握 去年是98年嘛 那98年就是 是一个自产的机会 一个机缘 隔了几天 那刚好是我店里工修的那一天 那想说平常工作都很忙碌 难得休假 那我就跟我老公说 那天就说 我好想吃火锅 突然那天就觉得 很强力的想吃火锅 因为没有停车位 那我们就刚好停在 从德路 从德路二段的一栋房子的前面 但是我们就打电话给屋主 就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要到你们对面用餐 不知道你的 你的门口是不是可以 借让我们停车呢 那没想到这个屋主就说 好啊可以没关系 小姐 我的房子要卖 请问你要不要顺便来看看 他就很热心的 然后就带我们就是去参观 一到五楼 对 那后来他就说 如果你有喜欢啊 我们可以谈 那当下我的第六感 就觉得说 这个地点我很喜欢 那这个整个进去的感觉 我也很强烈的喜欢 隔一天我就在寝室 师父 那我说师父 我说就是刚好这个机缘 那我说师父 这个是不是师父暗中的住缘呢 后来师父开始有正式 对就是让我一种扶持心灵 一种灵觉 然后让我很自然而然 就是就找到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 没想到我停车的门口 现在变成是我的房子 就很顺利的自残 透过法会高增大德 持经送咒 以及功勤三界诸针 劣胜的加持 而得以转化饮食 利益无形众生 免受饥饿之苦 也藉由超度行功利得 回向给过往的祖先 使得能够功过乡底 同时也可以让祖先们早日脱离苦害 在这样子的感恩之下 这些无形的众生灵 就会很主动的回馈 就会很主动的回馈 我做房第三就是说 我在买的中间 我都想说会好脱手 他就是说 在我这个买的和买的中间 有可能有时候 我买来 差不多一九月 我够好试 我就是来脱手了 转手中间 我就参与那个理差 这几年我参加祖先后 我一年的这个身高评仇 不过无形众 多几个评仇 我都感觉这样就对了 而在法会中的七宝财船 更是可以帮助信众 财源广开八方来 这五路财神法船 在满着各种财源利路 配合财船主人的 诚心行功利得与善愿 可以帮助家运兴盛 认身意昌龙 工作无往不力 如果你想做更大的事情 你必须有更好的资源 你才能够去做事 那你去求主席恩师 如果他愿意 把这个真营号给你 那你就 未来你就会有 更充裕的资源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当然我二话不说 就来找我们主席恩师 拔杯啦 那结果拔杯的结果OK 主席恩师同意 对我来讲这条财船 我把它当作一个 抛砖引员的一个工具 它如果可以带来 这么大的资源 其实资源涵盖 有形跟无形 无形的资源 包括你的机会 你的柜员 都是你的资源 当有一天 这资源凝聚到成熟的时候 我们可以宏愿 可以做更多 为需要的人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对这个财船 想要跟他 再加入这个船队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包括桃园新屋的财民宫 包括云林斗六的财善宫 还有嘉义扑子的财力宫 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就近 看你们的地方 较久的地方去那拜拜 星辰则灵 我拜的布比 桃园县新屋乡 位置于桃园县的西南边 有着鱼米之乡的新屋 是一个克海的乡镇 而桃园玄民宫 正好位于这好山好水的 临山圣地 多年前 吴昌明主委 就众仙佛的指示之下 在新屋乡中华南路上 创建奋院玄民宫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祝寿 也是希望把我们的 关圣地区的伟大 以及对人民的照顾 更是利用祝寿 来给它发扬光大 桃园玄民宫庙内的众仙佛 近年来对于当地地区的发展与护佑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严然已经成为了 当地百姓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而桃园玄民宫在创建初期 因为各项资源极为缺乏 但是受到众仙佛的庇佑业加持 本来看似困难的建庙过程 却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 第一次 创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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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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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巷內的悲年戶 低收入戶的部分 就長期有這樣的一個配合 我想這樣的一個 一個好的一個稻場 一個玄山宮 它有一個很好的磁場在這裡 而且它又做了一個很多的 在幫助巷內一些 整個貧困的一些鄉民 那我想在整個 包括雲珠宮 它的整個觀聖這一區 那種感應是相當的好 讓我們巷內有一個 很安定的人性的一個力量 林內的玄山宮 它是一個非常 那一個神經非常廣大 所以可以請我們 全神各路的信眾 可以到我們林內的玄山宮 來祭拜 絕對可以讓各位 逢兄化吉 和家平安 狗六玄山宮在自然天命之下 在95年行建道場 從無到有 一路走來畢露藍綠 倍感艱辛 創建過程中 受到仲仙佛 諸聖烈聖的 加持與護佑 以及有緣的善信護持 才能夠在今日 堂寫的夢 我們這個宗教的我們記著首歌 叫聖晚雙翔 福慧雙修 這兩個字 這兩句話 深深來吸引我 讓我在這個我們宗教信仰過程裡面 我們能夠聖武跟煩 這聖武當然就是說 我們像今天參與這樣的一個法會 辦理這樣的法會 讓很多人能夠得到這樣的華益 那環涅部分就是說 在一開始我們接觸這個道場之後 環涅真的很 我人眾這樣說了 環涅是真的是很順 就在仙佛的加持之下 幫忙之下我們環涅整個 包括我們的家庭 包括自己的事業的部分 都能夠逐步逐步的往上來提升 民國92年的時候 仙佛幫我開示了一篇文 那在文這個文的內容裡面 就幫我開示當中 就有一篇的記文 那記文裡面 就有懸善兩個字 那時候仙佛就次派了我先生 就當那個懸善公的主委 還沒有成立之前 像我們那個剛開始什麼 人也沒有 地也沒有 相對我們也沒有更多的那種 就是錢嘛 財源嘛 所以說那時候真的 就是靠的就是那一份的相信 相信仙佛所開示的 只要有心有心 用心 自然而然 就是仙佛就會有那種 貴人員的助援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賢達人士 就會育於聚容 對啊 就這樣子94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懸善公 斗六懸善公 再收到仲仙佛 諸聖聖聖聖的褲池 懸善公在當地 儼然是一個重要的信仰地區 從懸善公建廟以來 廟內的靈氣旺盛非常 而在斗六懸善公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法器物 五行元氣水的 宋金加持之處 從一發現腳上腺抗禁 到吃藥五年 吃了五年的藥 然後開刀 開完刀之後 還沒有出院就復發了 然後復發之後 當然又繼續吃西藥 然後吃了大概將近三年多吧 三年多 然後就改吃中藥去調理 那有跟主席人士 跟我們的仙佛去求 就是至少能夠 因為這種病不可能完全好 在醫學來講 它是必須變成說 它只能控制而已 過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我就慢慢發現 其實我的眼睛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凸 就是有慢慢恢復這樣子 那剛好我們那時候有臨子癌心 就是祖先是有師的一個 特別的法器物 就是臨子癌心 那它可以去幫我整個調理 先天病因 還有整個身體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的眼睛也是慢慢透過 師父的加持 先佛加持 然後臨子癌心 去把整個一個眼睛凸的狀況回復 九十六年的時候 我爸在半夜就心臟衰竭 接到家裡的通知 又趕回台中東室 經過那醫生治療 又送到家務病房 那個醫生也說 要叫我們做最後的打算 我說 我們夫妻兩個時候不能放棄 那天剛好我們抖六玄山 我有在祭祀 我就趕回來 求先佛幫忙 先佛試了我們三瓶五行水 要我帶回去東室 那個農民醫院 就是用棉花棒來擦他的嘴巴 經過三天的時間 那個我爸就恢復了意識 他就已經把管了 我爸就問我第一句話 就說 奇怪你那天拿那個什麼水 怎麼擦上去會 全身都是汗 我就覺得好神奇 可是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說 那個師父在賢佛祝佑之下 能夠恢復得很神速這樣子 說在2005年的時候 這個有一天冬天 那我們全家出遊回來 然後我的女兒大女兒就開始發高燒 那發高燒我們就去 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連續兩個禮拜 都是吃了藥 然後他就退燒 那沒有吃藥的時候 他就開始又復發發燒 那連續兩個月都是同樣的狀況 突然之間我的女兒就兩眼翻白 然後嘴唇就一直開始發折 呼吸也停止了 那我就嚇了一跳 我想說他要怎麼辦 就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後來隔天就到大醫院去檢查 然後檢查結果說他這個算是熱精卵 只要他一發燒 他這個熱精卵的狀況 他就會持續的一直出現 那後來我來請示我們的師父 那師父就開始說他這個是元神浩落 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求用五行元氣水 然後從這個增強元神 然後跟顧本培員的部分開始做起 然後一直到現在我女兒八歲了 然後一次都沒有互發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說去美國念書 他的花費其實是很大的一筆花費 那我就跟師父請示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我的 因為我是公交人員 所以我在貸款方面應該是 會滿順利就可以拿到貸款 但是問了很多銀行都發現 需要保人 那在保人這個部分 我可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適合的保人 所以就是已經機票都買好 出發在急 但是我的錢一直都沒有下來 那我就也是很忐忑的來請示師父 那師父也是要我說 只要銀行那邊有跟我做任何的聯絡 就是要趕快 讓我趕快去跟民事做回報 那這樣一來一往之間 真的奇蹟就出現了 狗六神山宮在創建以來 對於聖物比以為力 狗管旗下的發展與推動 一方面造集有心的賢財 來推展聖物方針 另一方面則是飲員士農工商 各種不同的有源人士 來瞭解整體千年道墓文化的寶貴之處 並且秉持著聖帆雙享福會雙消和宗旨 來讓宗教生活化 進而達到人生最完美的境界 在環境上 在跟我們這個稻草的文化 都有緊密的結合 比如說我在工廠的管理上 我就把我們歸重的文化 把它所謂的家的文化 家庭的文化 那所謂的家的不離不棄這種文化 因為工廠的管理也常常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說當我們在推在管理工廠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工廠 我們如果說把它當成一個家庭來經營的話 那大家能夠家人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行 就永不離不棄 這幾年下來慢慢有心得 那實際上我們工廠管理也越來越好 在世界上的管理這塊 越來越好的成績出來 那我跟你講這部分都是 因為藉由宗教的意行 剛剛我們所講的 可以宗教是給我們善意 那另外就是能夠給我們很多的 這樣的學習跟成長的機會 觀眾朋友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中賢德大人有很多婚姻 其中心在我們島嶽 就是在我島嶽這個叫做賢善宮 阿公的主任為人就是我們的主理委員 張庭湖賢欣是我的好朋友 他已經感謝一個 甚至我們藝芳道中的創辦人 張天來張創辦人 善心阿姨對我們賢善宮 幫助很多 跟賢善宮原來我是完全不認識 又不熟 又不了解 那麼有一個家長 有一天帶著他的學生到學校來 那麼來學校參觀學校過後 就看了這一個小廟在這裡 他說 他說 他冥冥之中他的孩子是要來這邊賭的 他說為什麼 他說 我們行善宮裡面也是關公 你裡面也有一個關公 就從這個奄言這樣開始 來 他學生也來啦 那麼我也去看他們行善宮 行善宮一起看一下 那些他們完全都沒有錢啊 當初完全都錢不在哪裡來啊 我才給他出一點主意 我說要這樣的話 應該要變成一個 一個財團法人 一個委員會 然後大家共襄盛極來把這個 賭六懸善宮做起來 抖六懸善宮以既是救人 服務眾生為目標 並且積極的參與社會上各種的活動 婉轉社會推風 也會設置道學宣講以及身心靈的講座 並且辦理心靈輔導 進化人生的課程 藉由這樣的方式來改善社會的風氣 也協助政府推行與實施各種慈善活動 進而讓抖六懸善宮 成為林內鄉家喻戶曉的重要新地標 那最重要的其實未來 我們當然希望是我們把這邊的 所謂剛才講的硬體建設 要把它建設好 那我們看我們後面的這些我們的神針 包括我們主席 副主席 這些神針我們都已經在這邊已經就位 就等待我們把我們的主墊把它蓋好 我們的主墊就蓋在我們現在的後端 第一個我們希望說把旋戰工在硬體的部分 我們把它建設成未來就是入林內的一個地標 我們希望說未來人家說來林內就是 你看到旋戰工那就是進入林內的一個 一個主標 所以我們未來在硬體建設上面還有 尤其我們會注重在更環保的就環境的利美化的部分 第二部分的部分我們就是說 我們想說整個我們的宗教 希望說還是能夠 融合時代的潮流 所以未來我們會成立一個基金會 那基金會當然是我們是聯合我們 全國我們貴中道場 一起來成立一個這樣的基金會 那未來這塊土地也會捐給基金會 我們這塊土地大概有佔地有1200多坪 我們會把它捐給基金會把它劃人化 那讓這個我們的旋戰工會 真的能夠長長久久 那能夠藉由所謂的更公開的資訊 讓社會大眾能夠更願意來 一起來附持旋戰工的功能 不只是逐圍裡地理位置優渥 是不只是規模最大的鄉里 是個風景宜人富饒祥和的地區 玄德道院的嘉義分會玄義工 就是披建在這個地靈人節的風水寶地 我們憲義工 向我們這個大地 我們主席文書在這裡 在我們好處來這裡發揮 希望說所有的先進來 有營來到我們憲義工來參拜 我們所有的重心 相信說我們這個重心的加持 比喻之下 絕對的比喻 每個人都會平安 嘉義玄義工在平常 緊急參與許多的慈善活動 信心結緣 誠心浮軟 愛心溫暖與善心慈悔的精神 發揚光大 對於鄉里之間有著莫大的貢獻 而這樣的一句 也深受當地的居民愛戴於肯定 我從清晰的時候 先進去說 我以前含義工有緣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今天 會一直做到 全達鐵人叫我 說要做 我們先進去說的 是出現的好事 但是我是人家裡的時候 沒有他也沒有 我叫我一個人 是我自己家裡買一個人 那就是我們 在生日的時候 就是這麼主婢 要給我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在這裡 給我們就對了 主席恩師 南天文肯聖地的威靈險刻 讓當地許多的居民 驚嘆不已 對於主委裡的百姓來說 每當遇到困難 或者是生活上有不如意的事情的時候 都會前往懸義工 請求廟內的主席恩師 致事掛解 只要是信徒們誠心的前來祈求 都是心誠則靈 前行必應 有許多神蹟流傳在鄉裡之間 也讓許多的信眾們 慕名前來 嫁以懸義工 祈求世事平安與順心 我們剛開始求學的時候 我們必須找一位指導教授 那當我在找指導教授的時候 其實心裡很徬徨 因為只要你找不對教授 那你的學業可能會 說不定會有延宕的情況發生 到台中學的道院 你去請示師父的時候 師父就開始 他說只要你秉求靈子癌心 每當你遇到心裡有徬徨的時候 你秉求靈子癌心 他就會給你靈感 所以就在這樣子的機緣之下 我秉求靈子癌心 然後當我遇到比較有疑問 或者是徬徨的時候 我就會默念 靈子癌心的氣吻 所以在我求學的過程 這兩年當中 除了教授的指導之外 我想有很多東西 都是因為我在 秉求靈子癌心的過程呢 他給我很多的靈感 然後我可以寫出 旗刊要的東西 或者是教授要的東西 所以我在兩年就很 很順利的畢業了 因為工作上在97年的時候 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公司分給我們的業績的話 那常常因為說就做不到 然後那時候在一個 我們地區經銷商就是 小米企業的王慧如 王師傑 然後在引劍下 然後跟我們那個 台中選德道院 結緣的 那在這邊的時候 是經由那個 我們生活的指導 還有民事的指導 然後再教我們怎麼去 經營客戶 然後怎麼管理客戶 然後怎麼 帶人處事的方面 然後在那一年的時候 到年底的時候 業績總共做了 一億一百九十二萬 那成為我們公司 那個在來台灣二十五年來 第一個突破億元的業績 每一次就是說 跟師傅請示請安 那我要注意什麼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 我是比較主張我的婚姻 因為我跟我先生 他想真的是差在回家 因為我們彼此相看良討厭 後來來道院之後 也有就是說 我們先佛 就是說我們這個有道統 我們是千年道統嘛 的文化 有學道命理 我才知道說 這就是我的先天的 就是我的八字裡面 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宿命 但是師父跟我開始說 智者要相信之後才會擁有 那如你要當哪一種人 後來我就是 因為已經四處都碰壁嘛 那我只好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說 可能過去我們的個性 上可能在 兩性相處之間 對方覺得很為難 那這一區塊 師傅他也跟我開示 師傅只送我四個字 柔弱衣服 我好在有相信 好在我當刺責 我不當煩人 所以我的婚姻 我先生 他現在對我很好 陰島中醫院就說 檢查就說 你腦部有的腦瘤 檢查出來是腦癌 意思是說要開刀啦 我就來賢義公主席 叫我來賢義公請示 我就來 師傅說 師傅說 開刀啦 他要放助我 我就開刀 就蠻順利的 很順利 金沙鎮 金沙鎮位於金門島東北部 本鎮以農業為主 鎮內的風景名勝楚楚 古蹟林立文人繪翠 為金門縣文化 經濟 社會 交通 觀光事業地區 而在受到廟內祝先佛的指示之下 進而在金門縣金沙鎮設置了懸佑宮 讓慈悲的主席恩師 可以庇佑到離島的百姓 並且幫助當地廣大的十方善性指點迷津 先佛有開示 我們未來是一個歸宗體系 也是歸宗教 它裡面有包含到大學 學會 還有各種的分會 最主要它在歸宗教的體系裡面 要在島內成立108個分院 目前的進度是五個分院 未來展望也是說 大家都能夠福慧雙修 聖完雙修 大家都要好 玄德道願為弘揚華夏先天武術 請發眾生悔信 以達到宗教生活化 並且以聖凡雙修 福慧雙修八個字 作為重要的衣櫃 而所謂聖凡雙修 福慧雙修 就是在聖物與凡業之間 都能夠並行發展 而且替自己與後代子孫 種植福田 在這樣的精神理念之下 也替社會帶來一種 不可或缺的安定力量 而在未來108個分院的成立之下 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夠得到主席恩師 南天文恆聖地的加持與庇佑 進而了解到自己 並且也能夠幫助他人 為自己行功利得 植福田 天福報 在聖物園的地上 也要是在聖物園 入聖物園 入聖物園 在聖物園 那些事 都能夠保存到 在聖物園 但是聖物園 也要尋找到 那些事 在聖物園 也要跟聖物園 在聖物園 知道 的聖物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台湾 我们下次见